有请今天的下一位选手登台表演 哇 她是新进来的啊 很漂亮啊 你好 你好 赵老师 你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请问 请自我介绍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赵老师 你好 我不是明星 我是阮盈盈 赞 蓝颖美女 欢迎阮盈盈 谢谢大家 请问 那可不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这位明星家人 任性 一根筋 OK 了解了 请问 这样一位明星家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害怕 这什么要害怕呀 请问 阮盈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我的这位明星家人鼓励我来的 也是我觉得帮她完成她的一个梦想 同时还有我们两个人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愿 对 了解 盈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明星家人好不好 我的明星家人 她拿过两次奥运会的金牌 三届市井赛的金牌 两届亚运会的金牌 小阦运会的金牌 她现在说了她的明星家人的很多的成绩 但是她现在还没有说出名字 所以要卖一个小小的关子是吧 是的 我想在在才艺表演 结束以后再告诉大家 好 请问 今天你有没有请到 助阵的嘉宾 有 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今天他会给我一起带来一段 很有趣的表演 对 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来 梁盈盈 请登上你的舞台 下一组学员 你们有戏吗 掌声有请 关注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由法兰琳卡 为大家赞助的两个女人 一台戏随随便便的节目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远盈盈 大家好 我是台里最美 最漂亮 最S 最International的女一 我刘维 首先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最新的新闻 2015年的2月20号 一场暴风雪 袭击了克拉和马州 在这场暴风雪之后 我们看到当地又下起了冰雹 哇 冰雹 好 说到冰雹 其实大家都知道 冰雹呢 就是非常危险的 我听到的好害怕 我们要请我们前方的记者 为我们发来现场的报道 有请 好大的风 主持人 主持人 我是现场的记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离今天农卷风最重要的位置 最核心的位置 大家看到了满天的持续 现在我所在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 才是最核心的位置 你看看这个风啊 哎呀 这个风大的呀 主持人 我们的现场 不仅有龙卷风 现在还下起了雨 如你所说 现在还有冰雹 冰雹 冰雹 如你所说 有鸡蛋般大小 鸡蛋般大小 您看 看见没有 鸡蛋般大小 我也看到冰雹了 它不只是鸡蛋这么大小 我看到的 有这么大 不对 有你头大 有这么大 主持人 我现在是从美国的 俄克拉麦州 为您发挥的报道 我们有同事 在现场已经牺牲了 我们的现场确实很凌乱 需要支援 需要支援 感谢您 回到现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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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 这个综艺节目 是陈宇舟超大型 非常厉害的综艺节目 叫我看女友戏 听说那也有非常厉害的 superstar来到现场 是不是 这位巨星是布兰尼斯皮尔斯 对 它就是布兰尼斯皮尔斯 一会儿 你就可以看到 我认为了 i made you believe we're more than just friends oh baby it might seem like a crush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i'm serious just to lose all my senses that is just so stupid baby oh baby baby you think i'm in love let us live from above i'm not like that 就让我们进入到抉择时刻 游行战隐影出列 我觉得你有信 我要是阻挡了你呢 我觉得我实在是太不对了 我呢想通过 并且我也这个希望冯导演能通过你 先得到我的一个 对一个节目的一个目光 我的看法是 游戏 游戏 其实我觉得她是 我看你游戏 有请刘北出列 我不想跟你那个通过 我觉得好像还有差一点 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我的标准 我不能通过 我会回来的 来掌声再说 谢谢两位的尽大表演 好 现在台上就剩咱们俩了 是的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其实刚才在快门快答的时候 我说了可能是 盈盈准备给我买一个关子 现在要正式告诉我们 你的明星家人是谁 大家好 我不是明星 我是远盈盈 我的明星家人是 我的明星家人是 我的老公 拳击冠军 周世明 周世明 著名拳击运动员 曾产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 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 拳击冠军 2013年正式进军职业拳坛 哦 加强连续拳 到底是经过 世界 锦标赛和奥运会的洗礼啊 神经百弹 经验很丰富 那就是 Winning his professional debut from China the first of gold 周世明 拳王 我不敢跟他PK 太可怕了 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冠军 为中国人打出一片天的 这么一个拳击手 就是 我要问你了盈盈 你刚才介绍的时候 说你老公是一根筋 对 怎么理解这句话 嗯 其实正是因为他这一根筋 我才嫁给他的 哦 对 怎么讲说说看 嗯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跟他交往的时候 其实家人也是有顾虑的 你的家人 对 因为觉得拳击这个运动 可能伤害心会很强 那 他又是运动员 我是做主持人 好像大家的世界也不太一样 但是最后正是因为他这一根筋 感动了我 也感动了我的家人 嗯 嗯 我记得因为我们其实谈恋爱谈了五年 但是一直都是两地分居 我在北京 他在贵阳 然后我们每天都靠电话短信 来维持我们的爱情 嗯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 你一会有什么安排 我说我待会要跟朋友去吃饭 他说哦 这样啊 好的 那好吧你注意安全 我说好 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然后我就出去跟朋友吃饭 聊天 逛街 然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比较晚了 那我一个女孩 我就刷我们家的门 准备到电梯口 按电梯上楼 就在这个时候 就是我发现一个人 黑乎乎的逼近我 坏人 对 我当时很想一脚踹过去 哦 可是他戴着帽子 大大的羽绒帽 因为是大冬天 外面在下雪 然后忽然他把帽子掀起来 我一看是邹世民 而且最关键的是 让我最感动的是 我握他的手手全是冰凉 因为他在寒雪里面 等了我五个小时 可是他没有打电话 笑死我了 他就痴痴的等 哇 好幸福啊 真是让人羡慕 就这种劲 就是所谓的一根筋 想做什么事情 我非要把它做好 对 是这样的 想要追你 一定要把你追到手 但是我有个问题 特别想问问你 你第一次看他 在现场比赛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记得记得印象深刻 呃 07年的10月份 因为那个时候 是在尊义 是三国邀请赛 可是我第一次去看 我完全就是害怕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抬眼 而且我不敢坐得很近 我坐很远 然后我从头到尾都在看手机 玩手机 看手机 那你就没去看他 呃 你会只会从耳边听到那种 拳头打在身上那种 乒乒乓乓的声音 对不对 我肯定心里很心疼吧 OK 我告诉大家 那就是在 13年的1月份 邹世民正式成为职业拳击手 你怎么会就同意 或者说就 OK 好吧 变成职业的嘛 嗯 你这个弯是怎么绕过来的 嗯 其实我认识他的那天 他就告诉我 他的梦想 失去职业拳击的舞台 嗯 我觉得我爱他 可是 我不可以用我自己的爱情 去绑架他的理想 我觉得那是不对的 所以 他提出他要去 我说那好 那我就 死掉我的工作 我们一起去 冉营营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播 好的 感谢主持人王哥 为我们带来香港市场 在今天下午开牌之后的最新情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 在香港市场方面 今天下午开盘之后 中石油 中石化 包括中国旅业 在内的用色金属 依然是保持了 较好的强劲的石头 2011年 为了达成老公邹世明 成为职业拳击手的心愿 依然辞掉工作 其实我这一分钟特别想他 其实对于他来说 我觉得这个选择很难 其实我们如果不走这一条路 我觉得他也可以有不错的一个工作 或者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但是其实作为奥运冠军 他的选择很多 对 但是我觉得这是他的理想 每个人都有嘛 对不对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作为他的妻子 你能做点什么 我能做的只是简单的陪伴 比赛之前 就是让他安静 让他静心 他会休息很早 可是我一宿都睡不着 对 我会睡不着 然后 就我会不停看手机 我想可能 他半夜会醒过来 然后找我 然后我就不是给他讲小话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做的不多 因为我不能上场去代替他去比赛 可是我想最简单的陪伴 最简单的陪伴 所以这一切其实 你只能自己攒的 你不能把情绪继续宣泄 我不可以让他觉得我很担心他 因为这样就变成对他另外一种负担 我想让他轻装上阵 把这些都卸下 我们家人永远是笑脸 永远是知识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看到你的丈夫在台上 被打得面目全非吗 有 有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去年七月份 在澳门的那一场比赛 我会先到现场 我坐的那个角落 正好是他的那个角落 所以他是背对我的 我还记得那个对手的名字 叫德拉罗萨 德拉罗萨 然后他们两个 在打到第七回合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到 实名转过身 到对我的这个角落的时候 满脸都是血 我当时就已经不知道 自己在哭了 就我就站起来 然后我就 一直在喊他 一直在喊他 然后旁边就一直拉我 一直拉我 你不要哭不要哭 怎么怎么 你坐下来不要哭 哎呀我觉得 要是我的话 我在成熟不要去 我就从那个回合 一直哭到最后结束 可是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在哭 然后 比赛结束了 他们让我上台 我上去 我都不敢看他的脸 就是我都背对他 我 我很怕他转过来的时候 就是 都是血 我很怕 所以 我当时说 我下一次不去了 我当时说我下一场不要去了 我不要看了 你想的就是这一次我不去现场看了 你没想的 我不能再让我的丈夫再打下去 唐木他很坚持 其实他真的是一根筋 然后特别坚持执着的人 他短期的梦想就是我要拿进腰带 可是后来他发现 我还有一个大梦想 就是我要推广拳击文化 让全中国人都知道 什么是拳击 我跟你们说个悄悄话 我没有想他一定要拿什么金腰带 我就想他平安就好了 就是 就是刚刚我讲那一场 他流血的那一场比赛 他拿到了特赦的金腰带 可是他下来以后 他就把金腰带给我 他说来 金腰带 可是我当时心里有句对白是说 金腰带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 可是你才对我最重要啊 所以我当时就想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就好 刚才他所说的 说宋世明的梦想是 要推广拳击 对 推广这个文化 对 让全中国人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有梦想吗 有啊 你的梦想是 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那可是你 你结束了你的职业是什么呀 暂时的嘛 你还会继续 我还会回来了 你今天来比赛 其实也并不是孤军奋战 也有一个人说是要给你 加加油大打气 那个嘉宾本来是有可能 要来到现场 但是来不了 所以他专门拍了一段VCR 算是给你的加油 好 好不好 好 来看看这位朋友 啊 哈喽老婆 哎呀 啊 为了支持我的梦想 什么情况 你放下了自己的主持事业 造务孩子 造务家人 而且陪伴我的比赛 把事业的方向转向拳击运动 但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 你也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想说 老婆 你辛苦了 还记得两年前我们手牵着手 踏上去美国的航班时 我的心情吗 其实我有很大的压力 害怕你会跟着我吃苦 但今天我们都快快乐乐的 和孩子们一起为我们的理想 为我们的事业去打拼 无论结果是成或伴 所以在今天我再次感谢你对我的陪伴 希望你在这个舞台玩的开心 展示你的美丽 让更多的朋友为你鼓掌 老婆加油 谢谢 谢谢她 谢谢你们 我没想到 没有了 夫妻之间还那么客气 但是我想说通过你 我们把我们的愿望送给她 把我们的祝福送给她 希望她努力拼搏 但是平平安安 好好 对 来 把掌声送给邹世明 我们的奥运冠军 谢谢张老师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一下 好 谢谢大家